我是佳涵 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短學 然後在這一次的短學當中 我也得到了不一樣的感動 我還記得要報名短學的那一天 我很開心的去填報名標 然後心裡想著期待很久的短學總算是來了 我寫下了初衷 期待自己能為神多做一點 往後的每一次訓練我也都告訴自己 莫忘初衷 再累再辛苦都是在為神做工 我也時常向天父爸爸祷告 告訴他我在一天中遇到了困難和寶淚 有時候會偷偷的抱怨 為什麼傳福音的事工這麼累 但是馬太福音24章14節這樣說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 對萬名做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 現在我們所付出的或許還看不見結果 但事實上 我們播撒出去的種子 正在他們的心中漸漸發芽 相信一定會有一天他能夠收成 今年我們為獨居老人打掃 陪他們聊天 他們平時都是一個人居住 只有特定的假日才會有家人回來陪伴 甚至有一些人是一整年都是獨自演在家 沒有家人的陪伴 還記得那天我們到山上陪一位爺聊天 才一坐下來他就開始分享他年輕時候的事情 原來他是一位跟著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軍人 在他現在居住的地方常常會被欺負 甚至有一些人會告訴他 你這老兵怎麼還不死 在他的口吻當中 我們聽出了他的委屈 所以我們用基督徒最大的力量來幫助他 那就是禱告 今年我們還是有到夾雞做醫院步道 但是今年不一樣的是我們到了兒童病房 在那裡我們用唱歌演戲帶給與病魔征戰的小孩不一樣的一天 我們還到了後診區用最美麗的歌聲 將這份福音傳給每一位病患 雖然放眼望去看我們的人不多 但是歌聲是無法抵擋的武器 所以我們相信在那裡的每一個人 一定都聽見了我們的歌聲 聽見了神的話語 即使我們發更新的時候會被拒絕 會被責備 但是愛我們的神都將一份最美好的禮物擺放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也相信靠著神我們凡事都能做 這一次的夏令我特別的喜歡也特別的感動 因為去年去過了一次 所以那裡的小孩對我們都有一定的認識和熟悉 今年感覺更加的熱情 每一個小孩露出了笑容也更加的美麗 那裡的小孩其實很喜歡和老師聊天 很期待我們陪他們玩耍 即使有時候會被我們責備 但對他們而言 我們就是他們最好的朋友 與他們最親近的家人 雖然有一些小孩必須和他溝通很多次 必須和他有很多的約定 但是因為我們對他的每一份付出都是誠懇的 所以孩子給我們的回應也都很讓人感動 他們遵守於我們的約定 每天配合老師聽從老師的話 一天一天的過去他們知道我們的辛苦 甚至每天會慰問我們 昨天是不是睡得好 有沒有被蚊子叮等等的問題 從這當中我發現白露的小孩其實很懂事 但是他們真的很需要陪伴 我們每一天用戲劇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在戲劇當中我們也看見了他們的笑容 看見我們帶給他們的快樂 還記得轉圈結束的隔天 有一個小孩他告訴我 他沒有到教會覺得很無聊 都不知道做什麼 這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帶給小孩的 不只是五天的課程 還帶了他們五天的朋友 陪伴了他們五天 在他們心中必定有一份小小的總是在發芽 我們所做的一切 也在他們心中慢慢的融化 教灌他們 每一天我用禱告向神騎乘 每天所需要的力量 要踏出自己的教會到其他地方去傳福音 是多麼不能無意的一件事情 但是因為靠著禱告 神是給我每天需要的力量 他的恩典每天都夠我用 在七天的暖宣裡面 我們十九個隊員就像齒輪一樣 緊緊相控 為神用力的轉動著 七天之中除了神以外 最感謝的就是辛苦的隊員 謝謝大家互相的扶持 每一天我們成根玩到 用一點點的時間 互相分享一天的心情和感動 有的時候淚水會落下 有時候笑聲會環繞在整個禮拜堂 遇到錯誤的時候大家互相擁抱 給予對方力量 開心的時候我們還是相擁 互相分享麻煩喜悅 老實說我們只不過是一群十幾二十歲的青年 能做得很有限 但是因為靠著神我們不懼怕 我們勇往直前的向前衝 用最真誠的一顆心服侍神 將自己全心的擺上 相信這次的短宣不只是讓別人更認識神 也讓我們自己更靠精神 讓自己的信仰更加靜定 我要分享到這裡 謝謝大家